老穆祖在金奇董唱的 感谢台湾hiphop 第29节金奇董 老穆祖跟ひまあ、可思瓦 妈一弟弟 跟中山作声标演 用台湾早的有hiphop作主題 大家都很感悉 郝朋友说是今年金奇董得MVP 也因此很多讨论 不过,如果做唱的到底是什么 宏林委员,一旧七空年代美国开始发展的HIP HOP文化 甘宫组织就在台湾出现了 这当然是美类的五岁 美国一旧七空年代,够咱社会时间的HIP HOP文化 不是过一段时间,过一个地方的冲则 是对时代变化,为鸡头拖到全世界 为处文化,慢慢地进入主流市场 这个过程当中RAP,仅是表演形态的一种 如果做台湾顶尝尉,是他一旧七空年下的歌曲 航航出唱园里面的两趴,又经过改变 虽然说是他的創作 不过这个歌主要的协调,是用红合作台湾歌曲 跟HIP HOP同样为民间社会发展起来的歌调 歌调普遍因为是二十世纪初期 在宜兰发展起来的 是跟中国移民担来的喝歌 跟本土的唱脸技术 较却表现经合作会 协调丰丰富不一种 航航出唱园用的是歌诗吃买唱的十粒 各改变作民谣的方式 十粒是一种哪唱哪粒的却调 通常一句没股定理所 Q跟调的等式也很发泊桌圆 这些歌主要是用个人经验来钢策 小街日上生活中的各种行业 明显是用唱脸的概念 来改变的有款式的味道 早期台旗刮团 很时间为民间的刮团出带材 然后做头生是有刮团猟人 哭借和抗价 开始冠唱片 他去有两空年代 台湾电影当车鸟 他演唱电影煮的刮 一体又是为刮团改变的安东割买菜 让他穿到领备不掉 甚至法旗刮也对炭油改变 然后做穿起来后 加入台湿军生灰 继续发行专辞 由于那时开始改变江欧雕 压十年雕 夹着他的飘桃 然后做马金后 把各种拌嶼人夹进去他的颗区 变成有民宿特色的創作 进去当台湾电影历的方向出种完 就是十年跟拌嶼人的结合 深色又有所感的气味 既有七空年代 他去刮团秀表演 葛提哥良常常合作 这种可以公告书 又有缺亏让当的歌曲 让很多人感觉很出味 印象很亲 对台湾传统表演艺术 较多的人 应当知道 然后做检査没算是 台湾民间传统粘瓜 做事业绩的大条 最没前后看来 客家族观的所有万象 已经让文化不定 做人间国保艺术的用手轻 还有文章电 和以前的路流线 人家族 王宿明 都是民间粘瓜的老人 不过 然后做是 接受可以把 传统歌谣 用新的形态来变弃 更用 中阶和流行 音乐形式 驾驻 感觉很大 才出到的人 然后做 在29岁金戚传统 是把 行行出传言 改变成 Hip-Hop风格 和Hip-Hop 元素的 音乐演出 三角作为 不是Hip-Hop Rap 的創作 某种听到 说来 Rap 要以文和条 这点 仅仅跟我们的念语 不只行 虽然 他们創作形态 和核心理念 腰圆 不相同 世面正经 算是 担担 三千千 我们以为 整体台湾的音乐 发展数来看 前后 在国家 议员政策 創作的 主流音乐 发展 里面 这种原本在 属民生 我年 大家 很介意的 念语文化 受到 担担 担 甚至 让他们看不见 有段时间 都是在 歌 听声 民间 中所 才有 台中 演出的 机会 就像Hip-Hop 音乐 同样 因为 让主流 文化 其实 气臭 他们两个 都是这样 走过来的 念语 不在堂 完全看着 是 台湾版的 Hip-Hop 不过 然后做 吃到 要是 在台湾店 打拼 在 似乎 新型的 方式 把民谣 用上新的 方式 表演 给正人看 团兴 台湾的 念语文化 如果说 他有 Hip-Hop 精神 是 台湾版 那些念语的 音乐 作诗 也说 得得过